說你是中共最放心的人 然後你擅自解讀 我也說是中美最放心的人 這個扭曲甚至隨意解讀行為 已經造成美國反感 提問環節台下學生尖銳問題 質疑日前葛萊儀相關談話爭議 柯文哲直求對決 自認美國對自己的瞭解 比藍綠 另外兩位總統參選人 還要深入 與下午同樣出席 活動的賴清德 隔空尬嘲 還有學生問民眾黨 去年在中南部提名議員參選 跟地方勢力掛鉤 柯文哲在仲轟民進黨 在年輕人面前直接表態不支持賴清德 稱回應社會期待的排黑條款 柯文哲直接開栓 排黑條款問題 你怎麼看 你說是民意的需求 還是他的需求 我也不曉得 好 謝謝大家 即便在國會民眾黨是少數人要在排黑議題上 強化語權 懷疑自由流言與羅大偉採報道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 總統